当年他和唐国强,周理晶都是那个年代的女孩子们子女中的偶像,朋友们还记得他吗?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影视圈里,真的是帅哥美女如云,而且还都是天然生成的,那个年代还没有美容这个名词呢? 唐国强周理晶就算得上是当红的小生了,人长得帅,而且演技也是棒棒的,我们今天说的这位比他们毫不逊色,也是演技一流的大帅哥,甚至比唐国强还帅,他就是马小伟。 马小伟,国家一级演员,1957年12月3日,出生在沙东区府,自小喜欢文艺的他,中学不毕业后就独于江苏盛艺术学院表演戏,1979年一夜后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场当演员。 拍摄过海之链,洗银门,演归来,开枪,为他送行,雷宇,快乐单身汉,代号213的有影响力的影片,很受当时观众的欢迎,他也因为扮演农民,工人,知识分子等角色,被坊间称为北友唐国强,男友马小伟,的白马王子称号。 但在1988年他离开影视圈,就在珠海投资200万,创建了一个电脑研发集团,当了几年的总经理。 不但对上海,包括对计算机都有了太多的体验,1996年复出又开始了表演艺术,先后参与了电影《长征》,原来是爱、冰雪通行的拍摄。 后来在电影《钟成羽背叛》中饰演了蒋介石,因为演艺的生动逼真,被定为蒋介石的特型演员,以后又拍摄了很多部演艺蒋介石的影视片,一直得到观众的赞赏。 如今马小伟已经62岁了,工程明就得他特别低调,只知道他老婆名字叫莫如,是为贤内助。 1988年他开公司的时候,就是在老婆的协助下运作的。 但是他从来没有晒出过妻子和子女的照片,但是能看出他的家庭生活很稳定。 那然我们来祝福他吧,祝他家庭幸福快乐永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